芝台大人 我离开海江 已经十几年了 对海贼的近况和台湾的现状 置之甚少 对我海防情况和水势的现状 更是心中无数 望你指台大人赐教啊 不敢不敢 是大人知道 福建与澎湖台湾一一带水 海南县长辆千余里 港湾可拨船这两百六十余处 冰药至今有 即福宁 福州 兴化 泉州 张州五府 福宁之药 在于三沙港和吕霞港 那里驻有陆路一千兵马 福州之药 在于敏江 那里驻有陆路一万兵马 兴化之药 在于三江口 那里驻有陆路一千兵马 泉州之药 在于金门和厦门 我水势大步聚集于金门厦门 其水势衙门设在海城 张州之药 在于铜山和南澳 我水势之一步驻驳于南澳铜山 福建的陆路和水势的步防情况 大致如此 志台大人 对福建的海防之药 如数家珍 若非亲临其境 仔细试察 断然难以如此熟知 侍郎 倾心敬佩 不敢 不敢 请这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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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势是我朝生命之所吸 可惜二十多年来 朝廷众路而青海 已只裁撤水势 弃武府两岗 自毁海上长征 康熙十二年 耿京中叛乱 台湾严平王趁我裁撤水师之机 依靠其水军优势 近战我金门厦门及沿海道路 侵犯我沿海欺负 此乃血的教训啊 琥珀唐威 海防由众啊 吴官各省总督中 真正能注目于海洋者 为姚大帅一人啊 过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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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当挚友共勉吧 海贼退居台湾这一年多来 可谓天艳其物 屡遭煮法 先是严平王因战败育育而病死 接着是坚果因骨肉相残而毙命 加指连年战争的消耗 如今台湾府库拮据 可卷杂税抽丁派议 台湾民众苦不堪言 离术之报实而有之 是大人 如今的海贼可以说是 逃亡前的疯狂 唯有吴平侯刘国宣 凭借手中握有海上精兵三万 战船三代艘 妄图拼死一战而求生 维持其平海割据的局面 钟成博冯熙范 凭借其为严平王克爽岳父的 特殊身份 想借其自立乾坤 我们当务之急 既要遏制 冯熙范自立乾坤的蠢动 又要粉碎刘国宣 平海割据的梦想 逼迫他们回到义和的桌面上来 姚大人的一番话精辟深刻呀 启侍郎茅色 壮侍郎胆气 兼侍郎信心 为了有效遏制冯熙范自立乾坤的愚蠢举动 侍郎不必愚钝浅薄 略有着司 请制台大人决断 施大人请讲 台湾自立乾坤者 为万恶中之首恶 为天下人心所不容 请大人速派人到台湾通牒严平王 我大军阳翻待发 矛头直至台湾自立乾坤者 而非思乡爱国的离属百姓 若那些自立乾坤者执迷不悟 我将万传齐发 坚决于于荡平 勿为言之所不欲 施大人见解果然不凡哪 太常先生 施大人这先生夺人霹雳明快的一招 就由你去实施 记住 通牒文字 一定要清俊严厉 要有施大人之风 派去台湾谈判的使者 必须果断雄辩 要能准确传达施大人之威 恃不我呆 立即前传出发 刘大人以为副将皇朝用如何 他多才善辩 常以应对 形容伟岸而自信 偏生之威 且与刘国轩有总角之交 好啊 此人胜任 就凭与刘国轩有总角之交这一条 足以使台湾文武官员心生不安了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施郎来福建做了水师提督 又加了太子少宝贤 更不可一世了 这真是冤家路窄啊 又碰上他了 他可不是个容易对付的人物啊 施郎是什么 施郎就是开战 就是战争 以前人家给了我们那么多优惠条件 我们都没有答应 于今 我们想退一步委屈修权 也是不可能的了 不过 我们有波涛汹汹的台湾海峡 我想他们要打过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再说这个施郎 也不是没有碰到头破血流的时候 也用不着惊慌 兵来将党水来吐豚 调兵潜将 做好营战的准备就是了 刘大人 这澎湖和台湾的事 就交付给您了 这是先董太妃的意思 他不是说过你主外冯大人主内吗 为了能让你更好的行使权力 我正式任命你为澎湖的总督 你有先斩后奏的特权 这外头的事情和王室的安危 就全托付给您了 谢谢太妃对我的信任 我想有澎湖屏障 就是施郎打过来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施郎统领水师 就要来侵犯我们的台湾 我们还把他儿子作为上宾 我看这太有点低三下四了 应当大张旗鼓地杀掉施士宗 把他的头装进木匣子送给施郎 你这样做就会更加激怒施郎 加速他们进军台湾的脚步 是啊 这冤家一解不一结呀 我看施士宗为人挺忠厚 也不讨厌 再说了 咱们海魁公主 一心一意地喜欢着她 你们可不要胡来 万一真把她杀了 那不是仇上加仇吗 太妃说得入情入理 我们把施士宗 当诱饵摆在那儿也好 他施郎总不会不管他的儿子吧 退一步说 要杀 也由我 人在我手上 想杀就杀 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 现在 我们拿他儿子的性命 跟他作笔交易 至少也让他有所顾忌 对 这话说得有道理 若是留着布杀 可以给施郎一线希望 不至于到台湾来拼命 我看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荷兰人 前些日子 他们还从巴达维亚岛来探问呢 不可不可 万万使不得 蓝眼镜 红头发 另一路人 当年就是他们占了台湾三十几年 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了吧 他们的大炮和火药可是很厉害的 前些年 他们还帮着青天打过我们呢 那不也是利用吗 那就更不可交往 他们一会儿帮助我们 一会儿又帮助我们的敌人 反复无常 此乃小人作为 怎么叫小人呢 张口三分力 人家是徒利 只要对我们有利 你管他是不是小人呢 冯大人言之有理 只要能为我所用就是好的 我看冯大人 你马上去和荷兰人谈判 另外 刘将军 澎湖的兵力还需加强 还要加固屏障 从明天开始 我把镇北将军 曾锐 和定北将军 王顺 都交付给你 一定要守护好澎湖 好 加上我那里的几位镇帅 陈亮 江胜 陈启明 林生 澎湖守将的力量也够强的 我在这里立下军令状 只要有我刘国轩在 就有澎湖在 好 有你这句话 今天晚上 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十大人请 二位将军 十大人请 侍郎旁边的那位是谁呀 这你都不知道 他就是吴启绝啊 皇上身边的侍卫 怎么也伪差了 没有些力 有了这一回 不就是下一回的先例了吗 我看皇上派师郎出来 有两种可能 第一 皇上不信任师郎 皇上派个眼线 大人自作聪明 这吴启绝都快成了师郎的 东床家序了 虽说这干女儿毕竟比别人轻 还说什么派个眼线 是吗 难道是上阵父子兵吗 也不是 这个人不是皇上派的 听说是侍郎要的 他不是秦才 盛世钦差 怕是来对付我们的 这招挺巧妙 还真得小心点 不过皇上 批的是将军 都府提同政 不是他一个人一数遮天 总算把师大人判来了 近日师大人到厦门来试茶 欲以非凡啊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日子 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 但愿时来运转 别像十几年前那样 兵找不着将 将找不着兵 师大人主帅的坐船 都不知道飘到什么找蛙岛去了 渡海作战本愿不行 梁抹向寅的事情呢 找我 不过这个事情呢也急不得 哪个地方的府库都很空 你们原来的水师 训练得怎么样了 从未敢松懈过 气势高昂 一直是整鸽带胆 真是好啊 我还担心 船破人散呢 自从海贼被逐到海上 台湾暂无战事 各路水师都成倍不屑啊 这我就更放心了 师大人 怎么个打法 什么时候能够收复台湾呢 想必师大人心中有谱了吧 说出来给大家听一听 下车一时 我能有什么想法 此时我什么方案都拿不出来 只是想去看看水师 太过意匆忙了吧 师大人争辰未喜 就要视察水师 令人感动啊 不过也用不着这么急嘛 主位如不想看 那请自便 我看还是一块去吧 好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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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师大人 到军长里邪吧 不用了 去码头看看 好 那也好 听说过一个叫蓝铃 听说过 听说这个人是个猛战飞啊 我也听说过他许多传闻 说是个勇士 在战总兵手下干事啊 你说说 这成什么样子了 你怎么搞的 我已经不是随时提督了 真是 来来来 来来来 把他给我埋上 啊 来来来 帮他 帮他帮他 谁不喝呀 谁是婊子 咬子 来来 倒酒 来来来 倒干都干 倒上倒上 干了啊 上完以后再来 干了啊 我呀 都喝 都喝 来来来 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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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啊干 来来来 好酒 战六七 战六七 哪位是总兵 粘六七啊 都是白吃饭的 你们来了 也不禀报一声 他们是白吃饭的 你们觉得 对这样的人如何处置 从严逞治 简直是无法无天 这样的人怎么能带兵啊 这个人打仗是原猛将 就是有点贪杯 如何处罚都不为过 有诗大人说了算 来人啊 在 把他拖下去 扔到海里 清醒清醒 是 大人喝 喝呀 大人 拿下去 大人 走 走 走 大人 快走 大人 饶命啊 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大人 饶命啊 大人 稍后 快走 来 蟣 第一 习近 就 开 快走 咦 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带我们看看去 好 大人这边去 放我出去 万家人 今天可是不顺哪 侍郎一到 他把福建水师抗了个百孔千疮 小心他上个奏书 言参宁 没有银子 皇上也不能让小夫做出污名的粥来 我并不怕 我虽带福建水师钱粮却不出我出 何况我会同各位大人 把海贼赶下海去 也是有功的 万大人 你是有功 但是 你不用怕 侍郎生气归生气 他不会把这件事情捅了出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是怕皇上反悔 他好不容易哄着皇上 同意收复台湾 若是皇上知道福建水师破破烂烂的 皇上会心疼银子 而动摇了平台决心的 我说他必忍气吞声 是因为耐于姚大人的情面 福建不论哪出路窟窿 总督都脱不了干系 捅出去 姚大人的脸上千就无光 侍郎能有今天谁之功 姚启胜是第一大功 他用全家一百二十一口人的性命 为侍郎担保 侍郎连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不能担待 那就太不尽人情了吧 还是府院大人剖析的透彻呀 你瞧他那不可一世的样子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收复台湾 我们都是酒囊饭袋 皇上可是让将军都府提同征的 从来没有说让他一个人专征啊 他在皇上面前骂我们是投降派 义和派 我们都袖手旁观 看他怎么收复台湾 我们都是为皇上当差的 大家都会努力 红花还得绿叶符骂 请吧 有道理 水师不是有提审室吗 为什么私设牢房 这里面关着个犯了过失的游击 把门打开 这个杯子没有钥匙 没有钥匙用石头砸开 那詹总兵问起来 还请二位大人替杯子担带啊 混账 让你砸你就砸 大人姐 请 你们这亲狗官 福建地面上就没有一个连结的亲官 你还这么放肆 还不跪下 知不知道这两位大人是 听你这口气你有冤情 哼 那我得知道你们是谁 告诉我 你相信谁 姚启胜 在他的眼里 福建还有那么一两个亲官 我告诉你 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就是福建总督姚启胜 你 那是福建总督姚启胜 你 我一来到这儿就找来了 没想到在这儿找到了 马上放人 驾 谁呀 敲什么敲 进来 公主 是我 你来干什么 我说过不要你了 你去投靠你的新主子吧 公主啊 我知道 我金汉辰不是个好人 可我对谁坏 也不敢对公主您 是什么坏心眼啊 天地可作证啊 你放屁 我哥被杀 全是你害的 你明明知道 不是他让你把唐妃推下海的 你还栽赃他 我不这么说 我 我还能活命吗 这可是唐妃和冯侍卫 让我这么说的 我也不敢抗命啊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 我来不及了 您那会儿不是在澎湖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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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说的天花乱坠 我也不要你了 滚 公主 我怎么说您才能相信呢 我给您跪下 我 公主 就算有人拿刀 摁在我的脖子上 我也不会做出 对不起您的事 您信不信呢 我不信 别说我忠于您了 我连您的朋友 也是对他忠贞不二啊 要不然 他们可就 你想胡说什么 我哪能胡说呀 公主 那石始宗和姚云是奸细 难道您一点都不知道吗 你再给我胡说 我动了你的舌头 公主 您可别吓唬我 我要是想出卖他们 我早就告发了 我为什么没去呀 这不是打狗 还得看主人吗 那你说 你怎么知道 他们是间隙的 他们偷偷跑到港口 偷看冰淋和炮台 还把这些画在画上 您说 这不是送给蜻蜓 来攻打我们 那是什么呀 那你亲眼看到了吗 我怎么没见到啊 你可不能胡乱说 这种话 怎么能乱说呀 你要真知道这事 早拿去换赏银了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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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小看了我不是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不看僧面 还得看佛面呢 我就看在公主 您对我的恩情上 我才没去告啊 我要去告了 不是连公主您 也一块儿告了吗 您想想 您的好朋友是奸细 那您还能拖得了甘心啊 这 你坏是坏 但对我 还是挺忠心的 行了 你下去吧 那我走了 我ཙ是坏 何 你 猫 zar 她 我以为你按摩 好 久闻施大人为鸣 心已施大人已久 今日相识 大味萍生 前日得知 施大人返回丧子 提督福建水师 心神振奋 真是天随人意 大快人心哪 我无应为水师感到庆幸 也为施大人祝福啊 闻维高将军年幼之时 生于汪洋大海中的小岛 书气海情风信 十几年来是屡见齐功啊 从一名氏族升为都标中军副将 两年前又以都标中军副将身份 殉教水师 成绩捉住 将士骄育 施朗仰慕已久 又闻维高将军于去年二月 率先攻去厦门 迫使颜平王仓皇出逃 施朗闻之欢心鼓舞啊 谢施大人关照 吴银十分感谢 一切也都过去了 您请 啊 请 那我们就说一些眼下的事情 石下水师训练松弛 编队无序 教义不从实战出发 士兵情绪萎靡不振 前景堪忧 施朗心神焦虑而无数改观 孤在猛浪袭来之前 恳请维高将军重返水师 再度出山 施宫信得过无鹰吗 皇上统一江山 造福离属百姓的心智需要将军 三万水师的殷切期望需要将军 福建水师的前途需要将军 攻取台湾和澎湖的胜利更需要将军 施朗如何会信不过将军 纵然施宫信得过无鹰 总督姚启胜 宁海将军赖哈达 在他们的心里 又岂能容得下一个不太听话的 督标中军副将 断然不会的 断然不会的 姚大人与宁海将军那里 施朗自有屈出 我会给朝廷写奏折 恳请维高将军重返水师 所助施朗建造一只 天下无敌的海上水师 施朗诚意地给将军 打功请求了 不敢当 施宫如此轻易 无鹰五内翻腾 无话可说 只能从将军的心 任将军驱使了 维高将军 高将军的政治 警告 稍微轻易 你也不敢懂 你也不敢赚 你也不敢赚 把这些她们 就会产生 把这些她们 还抬一百分之后 你们那些这些我 就把这些花儿 也不敢赚 然后 这些花儿 有一家 你不是喜欢线画吗 可我不喜欢你送的 拿去 那好吧 你回来 你就这么走了 我不能太自作多情啊 你给我进来 这送花就送花嘛 干吗还偷偷摸摸的呀 你不是不想见我吗 这几天你都不照面了 怎么回事嘛 我等着 等着 你等什么 我等着 派人来抓我这个奸细啊 对了 我是不会放过你和姚云的 我说到做到 你明明知道大难临头了 怎么 还不跑啊 是 我想 若是别人告发我 我一定跑 可是 是你海归公主告发我 我一定不跑 为什么 设身处地下 你一点都没错 你对我那么好 我却做出这种事情 你能不上心 你真的这么想啊 我差点告发了你们 那你还犹豫着吗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在装傻呀 我知道 你很为难 我是不爱哭的人 可是为了你 我哭了一场又一场 我恨你 可我又恨不起来 师将军 好像是我们将军到的 我 禀报师郎将军 小贤快速团队已抵达厦门港湾 水师精兵三百人赶增快船二十艘 每艘船上涉各种火器二十门 何时出发请将军下令 知道了 乡亲们 听到了没有 收复台湾澎湖的步伐 从今天开始 在我们这个海边迈开了 楚海捕鱼 指日可待 这次去任务明确了吗 姚大人这一点 此行的任务是 禁入澎湖水域 提提台湾船只 向其攻占海贼战局的岛屿 进入澎湖海域之后 格外小心 能占便宜就捅他一下 若是攻占海贼所占骄云 即使喘气歇息 最多不要超过一个时辰 所到之处注意周围情况的变化 你作为主帅 要多长几个心眼 谢将军盯念 吴将军 祝迪马到车宫 出发吧 等车宫 等车 施大人 告辞了 告诉你 驾 驾 从今以后 该让刘国轩睡不好觉 也该让黄朝用作为特使 向台湾发出最后通缅 让吴将军率领我水师在海上 好好操练 不只要刘国轩睡不好觉 更要让冯夕范交逃半额 这我承认在下有过 我运送的十船军粮御风沉没了 我也该受罚 可我事先告诉了战柳琪 可能有台风 他却说啊 别说刮台风了 就是海上飞刀子也得运回来 明知有风 硬逼着我请运哪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你明知道有台风却不躲避 致使十船军粮沉于海底 不杀你的头亦是宽大 你这么说我承认 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逼我冒险吗 这是个连环计啊 他们运的那是军粮啊 在暗中早就掉了包 全是一代代的糟糠 他们巴不得让我沉的船 既毁灭罪证 又把责任推到我蓝毛的身上 够狠毒的 你怎么知道运的都是糟糠啊 嗯 将 我是从船的赤水线发现的 装了那么多粮食 却显得很轻 我打开那几包一看了 里面全是看 谁干的 我想一定是詹柳琪干的 他把好多罪名都推到了我的头上 够黑心的 还记得沉船的地方吗 知道 您来看 就在小燕宇复节 蓝岭啊 大人 这个事情 先不要生长 千万别传出去 明日我们去打捞军粮 也捞上来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另外 根据我们刚才在海边的观察 明天有没有风浪 能否出海 哦 我刚才看天 明日是个好天气 风平浪静 这么大把握 你敢保证 大人 您也知道 我在归正道之前 是吃海上饭的 什么是海上饭 您也知道吧 不就是海盗吗 用不着拐弯墨角 那你观察 海潮封信的本领 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是的 什么时候出行 什么时候躲在港湾里头 好 我要没有那个本事 我就是有十几条命 也全为了海龙王了 好 我正要找你这样的人呢 明日 你跟我们一起出海 是 怎么还没睡啊 爹 有事 二嫂有话跟你说呢 父亲大人 女儿有要事向您禀报 又要捣什么鬼啊 我们想成立一个女兵营 不要多 五百人 五十条战船 你是想让我上书朝廷 我朝建制有八旗营 绿营 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女兵营啊 再说了 咱们闽南的规矩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女人是不许上船参战的 那样会冲撞妈祖 不让女营打仗 我们可以孕粮草啊 不上阵还不行吗 皇上要是知道了 也许会高兴的 不过我们不打算惊怒朝廷 那些人肯定会反对 也会给您添乱的 不通过朝廷就招兵建制 你父亲有几个脑袋 我们女营是民军 一不要朝廷官府兵响 二不要朝廷建制 这爱照您什么了 那还跟我打什么招呼 跟父亲说 是告诉您一声 我若是民女 连告诉都不告诉 这些天 我和我娘走了很多渔村 十有七八户都没有男人 实行海境不让下海打鱼 有的到外头去谋生 有的则被台湾那边 略去当兵了 家里的这些女人 成天盼团圆 盼收复台湾开放海境 让她们过上好日子 我们一说要成立女兵营 好多姐妹当场就要报名呢 是啊 这些营女们从小都在海边长大 她们看风向观朝训 十番把舵 都是家常便饭 如果真成立女兵营 没准啊 倒真的成了一支骑兵呢 父亲要实在为难 我们女兵营就归姚大人之下馆 她和比宁开通 我们一说她去拍手叫好 还说要出资 给我们半军府买船呢 你们两个呀 一块设好了套 让我往里钻 姚大人还不得看着我的面子 说不定她会想 我师郎设了个套 让她往里钻呢 什么左一个套 右一个套乱七八糟的 我们早就声明了 一不要朝廷建制 二不要朝廷官府影响 愿意给呢 给点当然更好 我们连水陆教习都请好了 连吴启爵都愿意给女兵营操练 你呀 我好好会带你来 以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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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